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父赐福于我们 我父上帝最爱我们 我父上帝饶恕我们 主啊 此时此刻我父上帝要把一切所有的全给到我们 我们相信我们只专心爱主爱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 我父上帝 我父上帝了解我们所有人的处境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献出心献出性命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使我们遵守诫命 使我们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 主啊 我父上帝 这复兴会是荣耀归给上帝的 我父上帝怜悯我们 爱我们 要解决我们所有人的困境 我父上帝要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还有明哲和谨慎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拯救自己的生命 拯救家庭 拯救国家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蒙上帝的使用 使我们每个人因信靠耶稣基督 领受真实的幸福和满足 使我们每天称颂上帝 赞美上帝 主啊 我们现在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父上帝此时此刻也在召唤我们 让我们和上帝真实地建立起相爱的关系 主啊 上帝 是最爱我们的 使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 做主的见证人 主啊 唯独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处境 唯独上帝能改变我的处境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内心聆听上帝的声音 使我们不要再懒惰和怠慢 使我们此时此刻聆听了上帝的话语 就遵守和顺从 主啊 内心渴慕 灵力全柄的 求主赐给我们灵力的全柄 我们内心渴慕主的话语的 求主赐给我们主的话语 主啊 因经济上遇到困难的 求主怜悯 求主赐福于我们财富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允许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如实实现的 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的爱 主啊 不足的仆人我嫖牧师 是最误会肮脏的 此时此刻只彰显十字架的爱 使我们聚在主的面前 是彼此的劝勉 彼此的教导 使我们来到主面前蒙主的恩惠 主啊 我们每个人内心聆听的是主的声音和主的话语 此时此刻我们所现的礼拜 求主悦纳 使我们每个人 聆听主的声音 做主的见证人 主啊 此时此刻我们仍聚在这里 是主 从世界各地召唤了我们 是主的弟兄姊妹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 谨守的心 求主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 明哲 知识和谨守的心 使我们在这世上 因有耶稣基督的保守的生命 征服一切 治理一切 做主的儿女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平昂牧师是没有用的 没有任何用处 而因有上帝的话语 仅仅是因为顺从了上帝的话语 蒙上帝的使用 所以才能站在这台前 因为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了解我们所有人的内心的 那么 此时此刻 正是上帝要赐给我们 最庞大的恩典 上帝要赐给我们 最庞大的祝福 我们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自己内心的 小小的贪婪私欲 却丢掉上帝赐给我们的 这庞大的爱呀 在座的各位 我们一直以来 信耶稣基督 在信仰生活中 而我们内心 如果没有得到上帝 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的话 我们始终没办法 领受上帝的话语 不是我平昂牧师的言论 是上帝的话语 此时此刻在教导我们 很多人说 哎呀我有知识的 我有博士学位的 大家知道 我的灵里没有活的时候 这世上的智慧与知识 仅仅会败坏我 格林多前书 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这世上的理论知识 这世上的文化知识 不可能认识上帝的 格林多前书 一章二十一节 只有靠上帝的圣灵 只有靠 主耶稣基督的心 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 明白主的声音 那么上帝赐给我们的 智慧与知识 是能让我们得救的 是能让我们达到真理 是能让我们遵守上帝话语的 是非常庞大的智慧与知识啊 那么在座的各位 神明记五章十五节 上帝命令我们要纪念出埃及事件 摩西奉主的命令 带领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了 然后紧接着就有了旷野的人生啊 那么 那么摩西在临终的时候 给约书亚按守 使约书亚也领受上帝的智慧啊 神明记三十四节九节 神明记三十四章九节 那么 真言三章二十节 上帝赐给的知识呢 能使红海分开的 所以什么是真的牧者 什么是真的牧师呢 是上帝亲自派遣的 是上帝认可的 上帝赐给明哲和知识 那才是真实的主的仆人啊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啊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活泼有功效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而很多人在信仰生活中 并没有经历上帝的话语 因为没有寻求上帝的智慧 没有寻求上帝的明知 没有寻求上帝赐给的知识 和谨守的信仰 提姆带后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 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在座的各位 那么不足的普通网牌牧师 我这次多多的向上帝悔改 那么此时此刻呢 我又一次向主悔改 承认我的罪 而且向大家我也要求饶恕 我为什么要这样多悔改呢 我这次祷告的时候 上帝的感动告诉我 我嘴上说是爱主爱上帝 但是 信主的神迹奇事 有没有跟随着呢 这还是我的责任 所以这次复兴会 我下定决心 不出门 仅仅要谨守上帝的话语 要再一次 我要谨守顺从与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 处于这样的现状 我们需要祷告的 上帝的话语是我们人的粮食 人是要靠上帝的话语而活 圣明节八章三节 那么一直以来 比如说爱吃蔬菜的人 和爱吃肉的人 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吃了维生素A 眼睛就能好 那么这次 这次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着重地讲上帝的智慧 是着重地讲智慧的言语 领受了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祷告得随听 领受了上帝的智慧 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达到真理 使我们得救赎 去天国 真言八章十一节 所以人是要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祝 所以我们要向上帝祈求 真言三章十三节 那么这次复兴会的主题就是 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成为强大的人 上帝的知识 使我们成为有能力的人 真言二十四章五节 有些人说 如果战争爆发了 那这个导弹多可怕 因为导弹根本就 人没办法控制 那么我平昂蒙士就祷告了 主啊 我们人人都在怕 所谓的导弹 那么导弹如果再加上是核武器的话 那就是更可怕的了 主说不要担心呀 大家知道 这个导弹是发射了 但是如果因为风速的原因 或者是因为有上帝的知识的话 如果有风速的原因 如果发射出去的这个导弹 如果改变风向 改变风向的话 就会变成了 就 结果 我本来要发射导弹 智商对方的国家 结果这个发射出去的导弹 又返回到自己的原地方了 所以这就是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的话 上帝的作为 上帝的作为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以赛亚书三十四章十六节呀 我们祷告的时候 相信没能来到主面前的 大家的家人 只要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只要我们成为有福气的人的话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子祖孙孙 千代呀 初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 在座的各位 因一个人的信心 能拯救所有的家人 能拯救身边所有更多的灵魂 这是上帝的允许呀 这是非常非常可贵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 我们祷告 我们聚在一起 如果不蒙上帝的悦纳 就成了给魔鬼献祭的了 所以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上帝更喜悦的是 认识上帝的一颗心 和西阿书六章六节呀 很多人说 那我认识上帝 那很多上帝就告诉我们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 才能认识上帝 知道上帝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 和上帝的启示的灵 才能知道 真知道上帝呀 以赴所述一章十七节 而大家一直有寻求 上帝的智慧吗 如果大家一直没有寻求 上帝的智慧的话 那么大家献礼拜 有没有真实的蒙上帝的喜悦呢 为什么当今很多人聚在一起 说是献礼拜 还要纷争争吵啊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 纷争争吵 没有任何益处 只会败坏旁听的人呀 那这种的礼拜能蒙悦纳吗 我们的天父上帝 是主宰生命的所有的一切 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 上帝能让我活也能让我死 上帝能赐福于我 上帝也能没收这祝福啊 那么大家知道 欧洲的信仰 是比我们早早的信 而欧洲的信仰两千年以来 为什么最终 现在成了荒帝一样 因为并没有真实地认识上帝的奥秘 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地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欧洲现在只留下了建筑物 大家知道建筑并不是教会的 只有基督是教会 有耶稣基督的地方那才是教会 有耶稣基督保死的生命的地方 那才是教会 不分人数的多少 不分有没有建筑物 那么在座的各位 上帝是多么地爱我们呀 上帝是因爱了这世界 因爱了我们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 是给了我们这庞大的奥秘 就是基督的奥秘 那么 那么在这世界动荡的时机呢 尤其是上帝爱了我们的国家 赐给了我们这庞大的奥秘 赐给了我们一颗谨守的心 赐给我们一颗可慕上帝话语的心 所以我们要切切地求上帝 赐给我们的智慧 求上帝使我们领受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上帝让我们纪念 生命纪五章十五节 摩西正是领受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才能聆听主的声音 使红海分开 在旷野的人生 在那么煎熬的旷野的那样的环境 摩西仅仅是因为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仅仅是投靠上帝 使他们什么都不至缺乏 使他们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担心和忧愁 这正是上帝的智慧和能力 真言三章二十节 格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乃是说 外邦人所先的记是记鬼 不是记上帝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阿们 我们大声地呼喊阿们 大家和我 如果大家和我不属于基督的话 都是外邦人了 我们不属于上帝的时候 我们都是外邦人 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都是外邦人 我们今天很多人 蒙主的恩惠 来到了主面前 但是我有没有真实的属于基督呢 很多人说 哎呀我献礼拜了 但是和上帝却没有任何关系 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呀 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献礼拜 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呢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四章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我们找一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这经文或许大家都很熟悉 很熟悉的 我们都说 我是信上帝的 我是很虔诚的 我很洁净 而在上帝看来 我是不是解禁的 在上帝看来 我是不是虔诚的 我们睡一觉了 结果呢 内心就有了 误会肮脏的罪恶 就每一天每天 每一时刻 每一时刻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崭新的新的生命 在座的各位 此时此刻 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再次洗净自己 使我们内心 靠着主的话语 得以洁净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这世上的智慧与知识呢 靠我自己的理论 靠我自己学习 靠我自己努力 我明白了 领受了 凡是靠自己 那百分之百都会失败 提摩带前书六章九节 那么失败之前 会有什么前兆 很辛苦和受累的前兆 所以在这世上呢 有再多的财富 只会跟随着的是 更多的担心和忧愁和困扰 什么是 献祭给献魔鬼了呀 我不洁净的时候 我不洁净 我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就是给魔鬼献祭了 上帝悦纳的是 无瑕无次的 是耶稣 上帝所悦纳的是 无瑕无次的 耶稣所献的活祭呀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耶稣基督是靠圣灵 只一次将自己献出活祭 蒙上着的悦纳 正是因为有这活祭 使我们这些罪人 能来到主面前 能使我们这些罪人 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从此属于基督 从此属于上帝 能献礼拜了 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那么上帝能改变我的生命 上帝也能改变我的命运的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只要在基督里 上帝造就我们 上帝使我们成为崭新的新人呀 那么大家知道 很多人拿了一笔退休金 比如说我这辈子是上班族 我曾经是个教师 但是呢 我想做生意 但是我做不了 因为一直以来 我是个老师 一直在那样的环境 但是呢 我带着曾经的那种环境的 性格和习性 想去做生意 做买卖 肯定是做不好的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大卫王是圣君 那么所罗门也 很认可自己的父亲 称呼自己的父亲为 主的仆人 那么撒末尔记上 撒末尔记上二十一章呢 大卫 大卫怎么突然就装疯了呢 他在加德王前面前 大卫是什么样的 大卫是把他的人生 全交给了上帝 大卫是蒙上帝使用 得到上帝认可的 大卫是领受了上帝的 智慧和知识的人 他为了逃跑 他怎么就跑进了 杀害哥利亚的那个地方 结果他们一看 哎呀 这不是杀害哥利亚的人吗 他们本来是要杀害 大卫的 那么面对那样的紧急 危机的状况呢 上帝赐给大卫智慧和知识 让大卫发疯 让大卫装疯 而大卫装疯 多么的就是 就是 就是他的演技 多么的高超 多么的逼真 导致所有的人 都 都以为大卫是疯了 然后加德王一看 哎呀 这不就是个疯子吗 什么一个疯子 赶紧把这个疯子 带出去吧 就根本就 想不起来 要杀害自己的 就是 要把这个 曾经杀害哥利亚的人 弄死 所以说 这就是上帝赐给的 智慧和知识 能使大卫有这样的行为呀 很多人说 哎呀 我辛辛苦苦 攒了 一笔钱 我拿着这笔钱 做生意吧 大家可千万不要这么 草率的 做决定 我首先要成为 有福气的人 才能 管理好这个 资金的 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自己的 修行修道 是靠上帝的话语 是靠耶稣基督 保死的生命 上帝给我力量 上帝给我智慧与知识 使我能治理和管理 这一切呀 那么 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学问 那么 大部分人喜欢什么呀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看面相 和首相啊 所谓的这种 风水啊 之类的 那么大家知道 大家设想一下 如果一堆猴子在那里看首相 看面相 有什么意义呢 看来看去 那还是猴子呀 那么 这一堆猴子的时候 哎呀这个人 这个人一看就是贫穷的面相啊 这可不行啊 或者说 哎呦这种人的面相 哎呦这种人的行为 就是他一看就不行 他做不了什么买卖 他也做不了什么生意 这一辈子可能是贫穷的 就 在这世上 人追求的是这一些 人看的是面相和首相 靠这一切 决定自己的人生大事 尽管这样 还会离婚 尽管这样 还是失败的 还是有差错的 再次对各位 上帝是解决我们所有的 而且上帝能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 是罪恶的问题呀 不足的不让我排 牧师就是见证人 相信大家做了 四阶段悔改的人 都经历了这一切 大家知道 我内心不平安的时候 脸色自然就显出来了 真言十五章十三节 我内心平安的时候 面相就已经有变化了 我们说哎呀 这个人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 哎这个人一看就是没福气的人 是通过一个人的脸 通过一个人的外表 但是外表再有变化 没有任何用处的 是心灵才是根本的要有变化呀 尤其在韩国推崇哲学 所谓的那些面相学呀等等 据说现在也有很多整形 整容医院能改变面相 那就是包装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但是心理还是一样啊 而我们的天父上帝呢 不仅能 医治我的心灵 上帝也能改变我的心灵 上帝也能改变我的外表的面相 这正是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智慧与知识啊 传道书八章一节 上帝能使我的面相有变化 我心灵平安 心灵喜乐的时候 脸色自然就好 脸上是泛着亮光啊 领受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心灵喜乐平安 有些人 哎呀 这天生这个人 长得就是没福气的 相信这样的人 今天也能得到改变 面相就能改变 因为他的心灵得到医治 面相自然就得改变了 很多人说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真的这么的重要吗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得救赎啊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上帝 不是靠理论 不是靠我的记忆 不是靠我的智力 是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真知道上帝啊 不足的普通我培养牧师 参加复兴会的时候 再冷的冬天 我培养牧师还需要空调啊 当曾经在美国开复兴会的时候 因为下大雪 那雪下得太厚了 开车都没办法开 一定要一边扫雪 一边开车 那么冷的天 我也需要吹凉风 就是说 我的身子特别地滚烫 我的内心特别地滚烫 这正是圣灵的滚烫啊 那么 上帝此时此刻 就是要医治我们 上帝此时此刻 赐给我们圣灵 要医治我们 要改变我的内心 上帝要医治我们 不仅医治我 也要医治我的家人 马太平八章十三节 靠着信心 上帝要医治我们所有人呀 真切地祝愿 大家做见证人吧 是上帝的见证人呀 所以我们每次献礼拜 要蒙上帝的约纳 约翰弗音四章 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 二十五节 那么在约翰弗音四章 二十五节 就讲了弥赛亚基督啊 那么今天就有一个 撒玛利亚妇女 是遇见了耶稣啊 她真的是有幸遇见了耶稣 而这位女子呢 几乎是精神上错裂的 她因为这辈子 她也很惨呀 结了六次婚 结了五次婚 但是她内心 是一直渴慕了基督的 她遇见了耶稣 但是她一直还没有认识 耶稣就是基督呢 但是当耶稣亲自告诉她 我就是基督 耶稣亲自告诉她 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 这女的就得到了盼望 她就立刻得到了医治 这正是遇见了耶稣基督的人 那么此时此刻 耶稣基督是活着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遇见呀 我们读一下 约翰飞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一啊 时候将到如今救世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上帝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阿们 这是此时此刻 需要用心灵和诚实献礼拜 那么什么是 这是属于灵力的礼拜 那我们要属于圣灵 才能献灵力的礼拜 大家知道 大家和我如果不悔改的话 都是被魔鬼挟制了的 马太坟十二章二十八节 那么能赶出恶魔恶鬼的时候 唯独靠圣灵啊 我们找一下马太坟十二章二十八节 如果我们此时此刻 是靠圣灵和诚实献的礼拜 这礼拜蒙上利悦纳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上帝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啊 此时此刻 我们献礼拜祷告的时候 大家的儿女 就能成为有力量 有福气的人 就此时此刻 我们向上帝祷告 向上帝充颂 向上帝倡赞美食 荣耀上帝的时候 上帝负责我们 这世上的所有的一切 是做上帝的见证人 马太坟十二章二十八节 我们读一下一样 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 临到你们了 阿门 我们呼喊阿门 是上帝的灵靠圣灵 赶出内心恶魔恶鬼 上帝的国降临了 使我们领受圣灵 那么我怎样才能领受圣灵呢 我们找一下 以弗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们祷告 如果不蒙上帝的悦 就被魔鬼 挟制了 我们礼拜 如果不蒙上帝的悦 那完全是被魔鬼 挟制了 圣经十三章二十一节 因为罪恶是有灾难跟随着的 而我们要献礼拜 是要献给上帝 是靠心灵和诚实的心啊 那么我们蒙上帝悦纳的时候 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奉耶稣基督的名 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此时此刻愿意领受上帝赐 赐福于我们的 我们呼喊阿门 以弗所说一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案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阿门 这就是我们既然听见了真理的道 这真理的道就是基督耶稣的道 我们是通过耶稣基督听了这福音的 大家知道信心是因为听了基督的话语才得到的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章十七到十八节 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道 就能领受信心的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那么基督正是上帝在创始以前早已预定好的 是上帝的奥秘 那么基督是因 大家知道我们因信耶稣是基督 我们因信基督 基督要住进我的内心啊 那么信耶稣基督的人一定是认罪悔改 离弃罪恶 所以我们每天要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的祷告 是真诚的认罪悔改祷告 那么以福所说三章七到十节 那么认罪悔改的人 是因有耶稣基督保险的功劳 就能承认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我看见所有人的不好的时候 不是去定罪他和批评他和论断他 而是承认 哎呀主啊 原来我就是这样爱定罪别人的 我是个罪人 能承认自己的罪恶 能真诚的认罪悔改的 这才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呀 那么靠心灵和诚实拜天赋上帝 那么领受了圣灵 那才是有心灵的人呀 没有圣灵的话 全是被魔鬼挟制了 以福所说一章十三节 而我们内心多么的软弱呀 我们经常有怀疑和疑惑 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 那么怀疑疑惑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呀 使得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也告诉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 领受圣灵吧 那么以福所说一章十三节 以福所说一章十三节 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其实讲的是同一个内容 是同一个 那么悔改 我们能悔改 唯独是通过耶稣基督的保写呀 罗马书五章九节 在这世上能解决罪恶的 唯独是上帝的儿子 无侠无刺的 耶稣基督的保写 那么我们认罪悔改 是怎么悔改呢 尼西米基九章 当时以色列百姓聚在一起 向上帝真诚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是 当天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日的四分之一 花四分之一时间 他们读了律法书 紧接着花四分之一时间 向上帝求饶恕了 承认自己的罪恶 尼西米基九章 大家好好读一下 以色列百姓认罪悔改的时候 是从自己的祖祖先先的罪恶 一直悔改了自己的罪恶 而且承认主啊 我们比我的祖先更坏更恶毒 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是这样真诚地认罪悔改 而最终是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称颂上帝 赞美上帝呀 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上帝的圣殿 就是不仅内心洁净 身体也要洁净 身体不是靠犯罪来使用的 身体要洁净 离弃罪恶 而使我们得以洁净 唯独靠圣灵啊 圣灵居住在我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和身体要洁净 要属乎圣灵 要服侍圣灵 这才是属于圣灵的人 而我身体犯罪了 圣灵就不可能再居住在我心里了 我们找下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面对上帝的话语 我们听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 我一边祷告一边听啊 一边悔改一边阿门一边听啊 面对上帝的话语都是顺从 是阿门的 我听的时候 哎呀 这我没有顺从的部分 求主饶恕我呀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我们阿门阿门 领受上帝话语 而且这圣经的话语 是丰丰富富的 要存入到我的内心呀 不是靠我的偏心 不是靠我的偏见 只领受我愿意领受的 是所有的圣经话语 所有的上帝的话语 我都要领受啊 感谢主这次把我们聚在主面前 那我平牧师真的是最坏的人 所以 我平牧师是最坏的人 是个罪人 一个罪人能站在这里 是因为有耶稣基督保者的生命 是有耶稣基督的爱 赦免了我的罪 我们人是靠圣经的话语 才能活呀 马太分四章四经 不足的不让我平牧师 能站在这里 是应有上帝的话语 上帝赐给我 谨守的心和顺从的心 是爱人如己 遵守诫命的心呀 而我们祷告 聆听主的声音的时候 我们都要悔改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为什么很多人聚在一起 研究圣经 学习圣经 反而要搞纷争 搞争吵 反而要妒忌纷争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意祷告了 因为发现祷告了 反而更不好了 那祷告更不好 怎么可能呢 那都是因为不悔改的祷告 就成了不好的了 大家知道 我们 我们听圣经话语 我们祷告 我们都要真诚地悔改 圣经的话语 不是要用头脑来背诵的 圣经的话语 不是通过我的理性来明白的 用理性来认识圣经话语的 就成了法利塞人文 是光讲究的是外表的形式 并没有心灵领受啊 那么大家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呢 大家在 现祷告之前呢 大家要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而且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地祷告 是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这时候使我们领受上这道话语 我们先认罪悔改 承认我是罪人 是有耶稣基督救赎的 是恩使我们能来到主面前祷告 是认罪悔改祷告 先悔改祷告了之后呢 首先是要认罪悔改 才能听主的话语 才能领受上帝的话语啊 很多人说 哎呀我太了解四阶段悔改了 我以为我明白的时候 就是不明白的时候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 很多人说 哎呀我都十年吃的是相同的米饭 那我就不再吃了吗 不是的 那么在主面前傲慢骄傲的时候呢 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夫妻关系不和睦 而且呢儿女和父母之间也关系不和睦 而且经常跟别人争吵和纷争嘛 那么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韩国历史中有很多的将军啊 那么很多将军 几乎都是搞外遇了的 都是有很多淫乱罪的 而他们刚开始不是这个样子呢 刚开始他们真的是很尽孝心 但是为什么 成了有威望的将军之后呢 就堕落犯罪 尤其是犯了淫乱罪呢 这就是韩国的历史 乃至世界历史都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知道我们人都知道犯淫乱罪是错的 但是呢这个淫乱是我们内心的罪恶 约安一书三章八节 我内心有淫乱的心的时候 我内心有这个淫念 有奸淫的心思的时候 就会招揽魔鬼呀 我们犯罪那都是被魔鬼侠 这是魔鬼的 就比如说我内心有偷盗的心 这已经是犯罪了 那么谁能让我战胜这个罪恶的诱惑呢 是靠上帝的话语 是靠上帝的智慧 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很多人外表装模作样 但是内心各种各种胡思乱想 那都是犯罪 都有罪恶了 那么我内心有这个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要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 求主耶稣基督的保喜 洗净我的罪 涂抹我内心的罪恶 大家知道 能让儿女做孝子的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呀 那么首先父母也要领受上帝的智慧 那么我们每天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并不是说我今天悔改了 明天就不用悔改了 这淫乱的心思 这不好的偷盗的心思 可能随时随刻 时时刻刻都会攻击到我的内心 让我有这样的胡思乱想 所以每当有这胡思乱想的时候 就求主 主啊 我内心又犯罪了 罪恶不分轻重 都是罪恶 都是有死亡的代价 都是有恶魔恶鬼的 捞乱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节 大家知道 被魔鬼挟制的时候 才会有自杀 才会有各种各样的 杀害呀 而赶出这恶魔恶鬼的 唯独是圣灵 能使我们脱离恶魔恶鬼挟制的 唯独是上帝的话语 是主耶稣基督宝写的话语 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讲道啊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道 主耶稣基督是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传了福音 我平安牧师在这里传福音 是因为守望上帝 是因为守望耶稣基督啊 不是为了讨大家的欢心啊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大家知道圣灵就是真理啊 约安一书五章七节 那么我们要领受圣灵的人 一定要顺从圣灵 那么领受圣灵 就是意味着要遵守真理 遵守真理就是意味着 主耶稣基督讲的圣经里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那一切 我们都要遵守 这才是顺从真理啊 而能让我们达到真理 能让我们顺从真理的 不是靠我自己的意志 不是靠我的理性 是靠上帝的智慧 是靠上帝赐给的圣灵啊 在座的各位 上帝能让我活 上帝也能让我死 上帝也能赐福于我 上帝也能没收这祝福 上帝能让我高升 上帝也能让我降悲 撒摩尔记上二章六节 上帝也能让我生病 上帝也能医治这疾病 所以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礼拜 都是要蒙上帝的缘啊 就比如说大家在这世上 突然办事的时候 人家不收大家的那份心 那这事可能就办不成了 我们祷告是要蒙上帝的悦纳 不是要讨人的还心啊 以福所述一章十三节 能让我们领受圣灵的 也是靠基督 能让我们获得这信心的 也是要靠基督 那么我们坐在这里 是要领受圣灵啊 那么相信大家来了 我们聚在主面前 很多人来到主这里 相信大家来了 就领受圣灵 就能赶出恶魔恶鬼 相信大家内心 比刚开始的时候 已经平安了很多 因为 上帝的话语 聆听到我的内 我内心聆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 我内心专注于上帝话语的时候 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就会赶出去了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啊 而我们的身体始终不洁净 我们属乎肉体的那些罪行 我们都要靠主的话语除净 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的能力 切切地祷告 除净身体的误会和肮脏啊 哥林多前书九章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阿们 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呀 我们的每个人的身子 都要做主的教会呀 圣灵是要居住在我的内心呀 那么但是我的内心是有罪恶的 而且我的身子上也有罪恶 我内心有罪恶的时候 就总是要排斥圣灵啊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跟随耶稣基督 领受圣灵的洗礼 为的是使内心洁净 使身体洁净 使我们真实的靠心灵和诚实来向上帝献礼拜 我们找一下罗马是十二章一经 我们的身子要献给上帝 就像耶稣基督 把自己献出活祭给上帝一样 那么我们呢 也要使自己洁净 使内心洁净 而且要脱离罪恶 在座的各位 只要我们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和与知识的时候呢 上帝负责儿女 上帝使我们的儿女做孝子 而且上帝赐福于儿女 是儿女 领受上帝的聪明才智 正是在此时此刻 上帝要赐给我们这么庞大的应许 是这么好的祝福啊 很多人身患重病 说我有坐骨神经痛 腿疼 五骨头疼 特别疼 这时候去医院 那么医院给我扎针的时候 可能没有扎那个疼痛的部位 扎了别的部位 结果疼痛的部位就不疼了 这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 是上帝的话语要刺痛到我的心灵 要医治我所有的疾病 而且能医治我心灵啊 大家知道韩国人的韩国的父母呢 对儿女 就很多韩国的父母呢 以为自己很爱儿女 很疼爱儿女 而那我们的爱 那并不是真实的爱 唯独上帝的爱是真实的 我们靠世上的智慧和知识 靠世上的聪明 能认识上帝吗 绝不可能的 跟利多前世一乘二十一节 而在这世上 很多人靠世上的理学 靠世上的科学 想研究圣经 大家知道最终研究来研究去 最终会被引到基督面前啊 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最终会被引到基督面前 引到基督面前之后 就认识到了 哦 我们要认罪悔改呀 做四階段悔改吧 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切切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信心 上帝使我的内心醒悟 明白过来 为什么我们祷告 有时候得垂听 有时候却好像没有功效一样呢 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上帝呀 这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人的粮食 什么样的人不爱听圣经 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内心被魔鬼挟制的时候 内心的魔鬼排斥上帝的话语 约翁飞三章十九到二十一集 恶人不爱听上帝的话语 虽然我内心的恶魔恶鬼在排斥 但是我坚守住上帝的话语 我坚持忍耐的时候 上帝的话语最终 最终是上帝得胜 是上帝的话语 赶出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而我们的内心 我的身子总是爱跟着魔鬼的挟制走 不相信上帝的大能 不相信胜利的能力 结果呢 总是被魔鬼就是骗走了 在座的各位 上帝的话语是能力啊 是我的灵里活了才能读圣经 灵里活了才能靠上帝的话语 赶出内心的恶魔恶鬼啊 并不是像录音机 像复读机一样 不是用理性来读啊 是靠圣灵的智慧 是靠上帝的智慧 读圣经 领受圣经的话语 我们灵里干净了 但是身子也要干净了 身子也要洁净 身子不能犯罪 身子不能误会的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所以弟兄们 我以上帝的慈悲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阿们 就是我们身子也洁净 不仅我的灵里洁净 不仅我的内心 认罪悔改了 我的身子也要 取于洁净的状态 就身子要脱离罪恶 将我的身子 也献上 当作活祭的时候 这才是灵里的礼拜 才是蒙上帝悦纳的礼拜呀 那么只要我们所见的礼拜 蒙上帝悦纳的话 那么上帝会赐给我们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真言 二十九章三集 上帝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呢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礼拜 蒙上帝悦纳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大家知道 唯独上帝的智慧 能赶出恶魔恶鬼 唯独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战赏淫乱的诱惑呀 为什么很多儿女犯淫乱罪 因为都没有领受上帝的智慧呀 而且靠上帝的智慧使我们征服一切 使我们治理和管理一切 父母给我留了一大笔财富 也不怕 因为有上帝的智慧使我懂得知识和管理 我们读下真言二十九章三集一二 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 与妻女结交的缺浪费钱财 阿们 那么智慧为首啊 真言四章七集 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呀 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 这孩子学历文凭再高 为什么很多大学的教授 还亲自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我们前段时间听了新闻 一个大学的教授 还是信耶稣的人 却说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怎么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那个人肯定是因为他内心有魔鬼 被魔鬼挟制 控制不住自己 结果犯了这样的罪恶呀 被魔鬼挟制的人 我们人 我们人的性格 我们人的意志和理性是不可能战胜恶魔恶鬼的 唯独靠圣父圣子圣灵 唯独圣灵 圣父圣子圣灵 唯独上帝 能赶出恶魔恶鬼呀 预案一书五章四节 预案一书四章四节呀 大家知道 我们领受了圣灵 才能献活祭 才能蒙上帝的悦呢 我们找一下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啊 只要大家领受了上帝的智慧与知识的话 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负责我们的儿女呀 我们经常会说 哎呀 这色的柿子 如果能变成甜柿子 该多好呢 那么我们就要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三节 一个色的柿子 就曾经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曾经不属于上帝的人 是个外邦人的状态 而上帝使我们重新接在主耶稣基督里 是上帝有能力 使我们重新接在这生命里 这就是靠上帝的能力呀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 要顺服给上帝的大能 顺服给耶稣基督 顺从和遵守上帝的话语 切切地靠着耶稣基督的保险 认罪悔改 那么相信大家都会发现 哎呀我是个牧师长老 我也是信耶稣的人 而我装模作样的敬孝心了 并没有真实的敬孝心呀 因为我的内心 有想敬孝心的心思 但是我却做不到 那么今天能让我们 情孝心做孝子的 是唯独靠上帝的智慧呀 就首先靠圣灵 赶出我内心的恶魔恶鬼 靠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使我真知道上帝 使我真知道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靠着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成为有能力 成为强大的人 大家知道 很多人说 哎呦牧师啊 我都 我都是个小学文凭啊 我怎么能强大呢 彼得也没有文凭啊 耶稣拣选门徒 都说没有看文凭的 能让我们成为强大 有能力的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不是靠着世上的理论知识 不是靠世上的文凭学历呀 什么是无知 我们人类无知 不是因为学历低 文凭低 人类无知 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道理 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语 那才是无知的 不认识耶稣基督的 那才是导致灭亡的 是最无知的呀 那么唯独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战胜世上的罪恶 使我们不受罪恶的挟制 使我们不受罪恶的诱惑呀 这世上为什么罪恶泛滥 人人都战胜不了罪恶 都会犯罪呢 那么在座的各位 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有多少人是真诚地认罪悔改了 有多少人是因为 有耶稣基督保写的生命 承认耶稣基督保写的救赎之恩 所以呢 靠着耶稣基督的保写认罪悔改 真实地做 次阶段悔改了呢 那么我怎样才能知道 我这个礼拜是献给魔鬼了呢 还是献给上帝了呢 如果我内心总有纷争争吵的心思 很多人说我们不争吵 我冷战 那是一样的罪恶呀 因为冷战是因为恨别人 讨厌他才会冷战呀 而恨别人就已经犯了凶杀罪恶了 于万一是三章十五节 当今很多人身子来到教会 但是我心里讨厌的人还讨厌 恨的人还讨厌 加拉太说六章七节 我们重什么就得什么呀 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 意识不到自己的心思 我们献礼拜 我内心一边恨别人 一边献礼拜 这种礼拜能蒙悦纳吗 所以我们在献礼拜祷告之前 我们献礼拜之前 我们要悔改自己的罪 向上帝承认主啊 我内心还有讨厌的心 还有恨别人的心 求主怜悯我 使我真诚地悔改 使我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能饶恕所有人 能爱所有人 在族的各位 我们要真诚地祷告啊 是认罪悔改祷告 有些人说 要有兄弟有爱 不是靠我的理性 靠世上的知悔 才能兄弟有爱呀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爱心 有耶稣基督为我们 这些罪人 舍弃了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 是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这上帝向我们显明的爱 是何等的爱 并不是我们以为的爱 并不是我们理论 理性里认识的那种 世俗的人情的爱呀 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领会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我们才能活 真切地祝愿大家 此时此刻来领受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上帝喜悦谁 就给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我有罪人 上帝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据的 所堆积的 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阿门 我们阿门 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领受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就能成为强大有力量的人 上帝赐给我智慧 使我成为强大有能力的人呀 大家知道很多人 爱迪生 爱迪生小时候 是经常就是 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他上小学的时候 那些老师们都不认可爱迪生 说爱迪生 这小孩子有问题 就把爱迪生赶出去了 爱迪生 为什么最终有那么多的好的研究呢 大家和我 我们要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的话呢 内心曾经不孝的心 就改变成 尽孝心 可摸上帝话语的一颗心了 因为真知道上帝的时候 有上帝的生命 有上帝的话语 有主耶稣基督保持的生命 居住在我内心的时候 使我们战胜恶魔恶鬼的挟制 使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 不再犯淫乱罪 使我们能在这世上 征服和治理一切呀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那么一直以来 我们都是没有爱心的人 我们人不知不觉都在不孝 很多人内心想尽孝心 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做不到 然后总说是情况不允许 这最根本原因是因为 我们没有信耶稣基督 没有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呀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呢 是能让我们成为最强大的 最有力量的人 很多人说 哎呦 我没有文凭 也没有什么人脉 我的父母也没什么人脉 我们一直抱怨这个社会 一直抱怨自己的处境 其实抱怨都是在抱怨上帝了 上帝说 你所抱怨的那一切都不是原因 也不是理由 真实的要领受上帝的智慧 只要领受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只要信耶稣基督的话 这一切的心愿都能得以实现呀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 远远超越实现心愿 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是医治灵魂 医治生命的 这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呀 我们找一下真言八章十一节 很多人信主了 很多人一辈子来到教会 却没有听说过上帝的智慧 很多人说 哎呀我可是牧师长老了 为什么儿女还是操心呢 因为没有获得上帝的智慧 没有靠上帝的智慧 认识上帝的话语 按照自己的理性 按照自己的文凭 按照自己的理论来认识上帝的话语 并没有真实地领受上帝的话语 在座的各位 上帝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呀 一个儿子能成了孝子 是靠上帝的话语 在座的各位 上帝能医治精神疾病的 上帝能医治所有的疾病啊 上帝的智慧为首啊 真言四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真言八章十一节一二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 阿们 无论大家的心愿是什么 那么上帝的智慧是远远超越 这世上所有的心愿呀 因为世上的心愿再好 也不能达到天国呀 而上帝的智慧是能让我们去天国的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找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我们再有富贵荣华 如果灵魂去了地狱那真的是最凄惨 最可悲的 这讲道为什么一定要讲耶稣基督的道 格罗西书二章八节 不讲耶稣基督的 那就是掳掠灵魂了 是要去地狱了 那么上帝的智慧是我们真实的领会上帝的话语 是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道啊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读一下一案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阿们 上帝的智慧是能让我们领会圣经话语 使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 真知道上帝 而且上帝的智慧使我们达到真理 能让我们的灵魂得救赎去天国呀 那么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就是最庞大的 真言二十四章五节呀 那么大家知道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呢 使我们有财富 上帝的智慧与知识 能建立一个家庭 能建立一个家世 而且使我们内心 有最好的宝贝 宝藏 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啊 马太分七章 耶稣基督亲自教导我们 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听了上帝的话也不遵守的 那就是如同房子盖在沙土上 没有稳固的根基 最终还是倒塌的 听了上帝的话也如是遵守的 那才是稳稳地建立起主的家庭啊 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 献礼拜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 内心得以洁净 身子也要得以洁净 要献活祭 每天每天都是将自己献活祭 这才是真实的献礼拜 是以心灵和诚实献礼拜 不是搞外表的讲究 不是搞外表的行为仪式啊 是身子得以洁净 就是意味着真实的不犯罪啊 是脱离罪恶的辖制 为什么很多人去找算卦的呀 在座的各位 不相信耶稣基督就去找算卦的了 而算卦的 上帝最不喜欢的是和鬼相交啊 算卦的那都是靠魔鬼的作怪 没有任何的功效 也没有任何的能力 能猜 但是并不是真实的 创世纪十七章一节 唯独天父上帝是全能者 很多人说 哎呀 我适合做 我适合上班族 我不适合做生意 上班族突然 某一天做生意肯定是做不好 但是能做生意的人 让他突然来上班 或者是让他来做老师 他肯定也做不到 哎呦 我不适合 我不适合教学生 我也不适合上班 我可能就适合卖东西 在这世上是这样的 但是在这世上为了糊口饭吃 就很是坚持 很是竭尽全力 但是在这世上的一切 再好再有成就 最终都是失败的 这世上我们人 都是说谎的 对于我们来说 世上没有老师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老师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指导者 是我们的老师啊 为什么我找我的亲朋好友 搞合伙人 最终还是失败了 那么有些父母就说了 哎呀你呀 还是什么都别做了 反正你做了什么都会失败 但是内心呢 总是想做点什么 总是想搞出点什么 一听到别人做生意 你做买卖了 好像自己也能行 结果还是失败了 再觉得各位 今天我们能来到主面前 这可是最庞大的恩赐 是上帝召唤了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 都要成为有福气的人呀 有福气的人 是能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知识的人 我们找一下真言三章十三节 真言三章十三节 那么我培安牧师这次呢 也不出门了 就祷告 这复兴会期间 我就祷告 就默想主的话语 大家知道 我们这次三天 把自己当成是活祭 献给上帝吧 马可分十二章 三十到三十一节 这三天时间 我们献出生命 献出性命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吧 这时候相信 离家出走的儿女 都会回家来 我们教会 这类的见证太多了 听了上帝话语了之后呢 就如实地遵守啊 悔改啊 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在美国复兴会期间 离家出走的儿子就突然回来了 先打电话 然后回来了 因为天父上帝是活着的 上帝从来没有说谎 上帝也从来没有失误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是真实的 是实实在在实现的 只要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话语是运行在信主的人内心啊 西伯来说四章十二节 我们的可怜之处是什么呀 我们的信不足啊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总是不信 甚至总爱相信魔鬼 就因为不信耶稣基督 我们读一下真言三章十三节 得智慧得聪明的 这人变为有福 阿们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成为有福气的人 成了有福气的人 这时候做什么才是成功的 做什么才是好的 所以首先我们要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 很多人说哎呀我四十年了 五十年了只在一个地方上班 而上帝天父知道我的处境 上帝的智慧是能让我明白 所有的一切的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因为圣灵 圣灵能让我们明白所有的一切 前段时间我们教会的某个知识 就比如说 他看见一个这个瞎将 他从来不知道这个瞎将是什么样的名称 但是他突然就说出来了 他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出来的 是上帝的圣灵使他知道这一切 摩西能使红海分开 那是上帝的智慧 是上帝给他指引 是上帝让他做 是上帝让 是上帝给摩西声音让他伸出障碍 摩西如实地做 结果是上帝使红海分开了 那么严平岛的黄花鱼 产在激州岛 那个事件 我屏幕是怎么能知道呢 是上帝的智慧 使我明白的 是上帝的智慧 使我知道这件事情啊 当时船员 都是所谓有学问 有文化的人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话语 是非常确定 非常有确信的 尽管对方不承认 也不相信 我屏幕是只相信了 上帝的话语 承认了上帝的作为 结果那些人跟我争执了 大概有三天之久 然后才肯去 结果他们就捕捞了 所有的黄花鱼 大家知道 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是最大的能力 而且是很有确信的 并不是模棱两可的 也并不是适时而非的 绝对一切都是是的 上帝教导我们的时候 是非常确定的确信 当时 就世上的事情 不可能阻碍上帝的智慧的 世上的事情 不可能挡住上帝的作为的 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智慧 上帝让我们领受 真言四章五节 大家知道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求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我们把自己身子 当作活迹 首先我的内心要得以洁净 我的身子也要得以洁净 就是真诚地认罪悔改 脱离罪恶 大家和我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人天生都是罪恶的 都活在罪恶下 能使我们脱离罪恶 能解决这罪恶问题的 唯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呀 我们找一下 以副所述一章七节 大家领受了上帝的智慧和知识之后 在为国家和民族祷告的时候 是蒙上帝悦纳的 大家知道 我们所有的人 很多人说了 哎呀早知道这样 我把我的儿女带来了 我把我的丈夫 把我的家人带来了 大家不要这么想 首先我的内心 要是专注于耶稣基督 只要我信耶稣基督 上帝负责我们的家庭 使徒行传 十六章三十一节 只要我专心爱主 爱上帝 上帝负责我的家庭 上帝拯救我们呀 大家知道 上帝是多么多么好的呀 以副所述一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是因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的罪恶 才能得以赦免呀 所以我们要切切地祷告 每天默想上帝的话语 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们成为义人呀 我们找一下 罗马书五章九节 在座的各位 真切地祝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 这是上帝的话语 大家知道 我们在这世上 有再多的困境 有再多的困难 都远远不能 和上帝的救赎之恩相比较了 很多人说了 哎呀 我是个牧师长老 但是我也没有听说过 这智慧的话语呀 都是因为我们没有领会上帝的话语 没有读过圣经 不肯读也不肯领受上帝的话语 大家知道 世上的智慧和知识 百分之百是失败 而且是属于罪恶的 很多人要投靠 世上的智慧和知识 最终是失败 而且是要去地狱的 苏联那么大的国家 也解体了 投靠世上的智慧和知识的 最终是失败的 很多人说 哎呀 看似肉眼挺好的 肉眼看着挺好的 而最终都是失败的 格林德前说三章啊 世上的智慧和知识呢 仅仅是传福音的工具 是传福音的道具而已 我们最终要传的是 主耶稣基督保守的生命 是要传上帝的智慧和知识啊 那么世上的一切呢 仅仅是传福音的工具 世上的一切是要征服和治理的 并不是要投靠的对象 罗马书五章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阿们 那么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最紧急 最急迫的事情 是要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我们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啊 领受上帝智慧和知识的人 是蒙上帝悦纳的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上帝蒙上帝喜悦的人 我献出活祭蒙上帝喜悦的时候呢 上帝绝不撇下我一个人的 大家知道 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诚意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得饶恕 大家知道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什么是罪恶呀 那么读了圣经话语我才能认识到 哦原来这是罪恶呀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主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的 主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有凶杀 我们心里有奸淫 我们心里有偷盗 我们心里有说谎 我们心里有毁谤 主告诉我们的 我们都要承认 主啊是的 主说的是是的 我们内心真的有这样的罪恶呀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我们承认主啊 正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是得罪了上帝了 求上帝饶恕我们的罪恶 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 以赛亚说四十三章二十四节 我们向上帝承认我的罪恶的时候 上帝是饶恕我们罪恶的 而且我们承认 我们属于罪恶 我们犯罪的时候 最痛心最难过的是上帝呀 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是让上帝痛苦 是让上帝难过 因为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那么我们的内心得以洁净 我们内心的罪恶得以涂抹 得以洁净的时候 这时候看待世界的时候 是以耶稣基督的眼光看待的 是以上帝的慈爱的心 以上帝怜悯的心看待的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涂抹我的内心 洗净我的内心的罪恶 耶利米书十七章一节 每当我们犯罪 因我们的罪恶导致我内心是污秽肮脏的 是坑坑洼洼的 带着坑坑洼洼的心来看待世界 所以看什么都是坑坑洼洼 所以爱指责 爱批评 爱论断 而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不要论断 也不要批评 首先要查看自己的罪 那么 约拿说二章九节 约拿在鱼肚子里的时候 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了 认罪悔改了之后 约拿是以感恩感谢来 祷告 是以感恩感谢来献祭啊 这时候上帝命令鱼使约拿 让鱼把约纳吐在汉地里 一样的 我们祷告认罪了 就应该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这时候才是蒙上帝约纳的 上帝要饶恕我们 而且为了饶恕我们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的保险 罗马书五章九节 这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上帝的功劳 是上帝的能力 那么我们要认罪悔改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章二十岁节 那么在今夜我们祷告吧 我们所有的人要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的平安喜乐 很多人说我现在身患重病了 我的妈妈生病了 我的父母现在有这样的痛苦 我的儿女现在有这样的痛苦 有很多很多详细的这些部分 向主一一的告白 向主一一的求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我们读一下 一二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一人所愿的必蒙永远 阿门 我们再读一遍一二 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 一人所愿的必蒙永远 阿门 我们阿门 那么今天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顺从于主的话语 以心灵和诚实来献礼拜 蒙上帝喜悦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使使我们的内心喜乐充满 我内心得着了耶稣基督保持的生命了 才能有真实的爱心 夫妻之间是真实的和睦 儿女和父母之间真实的和睦 那么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在这世上征服一些治理一切 而且上帝保守我们 上帝负责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好 我们所有的人今天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我们要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祷告吧 上帝是要爱我的 上帝说了 首先从你做起吧 首先我信耶稣基督 真实地遵守上帝的话语 然后再为国家祷告 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为身边的人祷告 真言二十八章九节呀 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而首先我们要认罪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 承认内心的罪恶 上帝要求我们的是 让我们先信耶稣基督啊 各自的处境 都向上帝求吧 一一地向上帝陈述自己的处境 上帝的话语是活着的 是有功效的 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呀 那么就在今夜 我们要解决掉所有的困境啊 就在今夜 我的罪恶的问题 都要得到解决呀 我们不要想着我有明天 我要想着就在今夜 我要遇见主耶稣基督 就在今夜 我要渴慕主的话语 领受主的话语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然后真诚地认罪 悔改了之后 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上帝负责我们的国家的 真切地志愿大家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首先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爱心 是真实的爱人如己 那么真实的爱人如己 是从自己的家庭做起呀 面对自己的家人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真实的爱了吗 那么 我的灵魂得以兴盛的 我的灵魂得以兴盛的时候 这世上的疾病也能得到医治 糖尿病高悬崖都能得到医治的 我们大声地呼求救主的名 一起来祷告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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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主啊 我们的天父上帝 主啊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的灵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灵 使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保血的救赎之恩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保血 我们才能有幸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呀 主啊 只要我们蒙主的喜悦 主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主啊 我们感谢主的恩惠 主啊 我们感谢主的恩惠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主啊 一直以来我们犯了太多的错 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罪恶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过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 上帝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在这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感谢主 主啊 我们 我们感谢主 主啊 就在此时此刻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献活祭给上帝 我的身子是属于上帝的 我的生命是上帝给的 而我一直把我的身子 丢在世俗的垃圾里面 犯罪 犯淫乱罪了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主啊 我们把今天当成是我人生的最后一个瞬间 我现在面临的就是最后一个瞬间呀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此时此刻 我要遇见耶稣基督 我才能得救赎 得生命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主赐给我们的允许 是召唤了我们所有的罪人 耶稣基督降世 是为了拯救罪人呀 这话是信实的 是上帝的怜悯的爱 是上帝 是慈爱的 主啊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此时此刻 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医治 我们所有的人 献感谢金 献建筑礼心 是因为有爱主的心所献的 求主悦纳我们的心意 主啊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相信有上帝的神迹奇事跟随 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什么处境 承认上帝的作为 认识耶稣基督的爱的人 是一定有发辞内心的感恩感谢的 抱怨是上帝最不喜悦的 抱怨 无论是什么环境 抱怨了 那是向上帝抱怨 上帝此时此刻召唤我们 为的是拯救我的生命 要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主啊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领会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智慧和知识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可慕上帝的能力的人 内心寻求上帝权柄能力的人 求主赐福于我们 使我们领受灵力的权柄 使我们获得这灵力的权柄 求主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权柄 主啊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得照应许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 求主保守住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像约拿一样 使我们像使徒保罗 在大马士革图中 遇见耶稣基督一样 使我们在这三天三夜的时间 只专心地祷告主 只专心地爱主 爱上帝 使我们祷告主 切切地恳求主 切切地渴慕圣灵 寻求圣灵 使我们所有的人 因信基督领受圣灵 使我们能够拯救自己的生命 也拯救家人 拯救身边的人 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如实实现的 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 是如实实现的 主啊 只要我们专心爱主 爱上帝 上帝使我们得照这一切 此时此刻 使我们所有的人 献出生命来爱主 我们的生命是上帝的 主啊 身患重病的 求主医治 身体上有疼痛的 求主医治 经济上遇到困难的 求主赐予财富的祝福 主啊 家庭遇到困难 家庭不和睦的 求主帮助 给予解决 求主使我们所有的灵魂 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爱心 靠着耶稣基督的爱心 能够化解家庭中 各种各样的 矛盾和问题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唯独靠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真知道上帝 使我们真知道耶稣基督 使我们不要靠自己的理性 和学识来认识上帝 使我们靠上帝的智慧 主啊 我们一直以来 是装模作样的尽孝心 我们一直以来 是搞外表的仪式 来装模作样了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靠上帝的智慧 做真实的教子 使我们靠上帝的智慧 做真实的爱国者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恶 主啊 此时此刻 我们愿意献出生命 我们愿意献出一切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寻求上帝赐给我们 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真知道上帝 使我们真知道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使我们认识上帝 赐给我们的这庞大的爱 是超乎我们人类的想象 是超乎世界的空间的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真实的认识 这强大的爱 使耶稣基督 保喜的生命的爱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圣灵 使我们领受圣灵 靠方言祷告 需要方言祷告的 求主使我们 靠方言祷告 需要上帝的能力的人 求主赐给我们上帝的能力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保守住我们内心 使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任何人都能得赦免 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基督 都能得赦免 主啊 此时此刻 我们要献出生命 此时此刻 我献出生命来爱主 此时此刻 哪怕我的生命要献给主 我也要 遇见耶稣基督啊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 靠着主耶稣基督 保喜的生命 无瑕无次地来到主面前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领会上帝 赐给我们的喜乐的心 使我们所有的人 因信靠耶稣基督 领受真实的喜乐和和平 使我们因信靠耶稣基督 求主得照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 使我们所有的人 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主啊 求主上帝 帮助我们 使我们有得救的确信 使我们每天靠着得救的确信 靠信心生活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 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 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此时此刻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的 求主帮助给予解决 靠主的话语 使我们所有的困扰得以解决 主啊 此时此刻 我们向我们的天父上帝恳求 使我们所有的人 都得到主耶稣基督保守的生命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的心愿得以实现 主啊 我们此时此刻 只能寻求上帝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来自上帝 来自主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保守 我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啊 求主帮助我们 饶恕我们一直没有信 我们属乎血气的人 是有罪恶的 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直以来属乎血气 有各种各样的罪恶困扰着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所有人的罪恶 使我们时时刻刻醒察 使我们不再属乎血气 使我们不要再被罪恶所夹制 主啊 我内心为什么不喜乐呢 我的内心为什么始终不喜乐呢 主啊 只要顺从上帝的话语 上帝就负责给予神迹其事 求主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内心谨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主的教导 使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 顺从主的话语 使我们有上帝赐给的神迹其事 使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 求上帝的神迹其事 跟随信主的人身上 使我们所有的人做主的见证 主啊 使我们所有的人做主的见证 为的是荣耀上帝 赞美上帝 求圣灵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